好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随着人们心理健康意识的提高 心理咨询行业是越来越受到关注了 在今年的7月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制定的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也指出 当前我国以抑郁障碍为主的 心理障碍和交流障碍病患者 患病率是呈现出了上升的趋势 那么在心理咨询需求 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 这个行业的收费服务 以及行业门槛 又能否匹配呢 我们来看记者发会的调查 本科毕业那年 小李面对升学就业等多种人生选择 出现了失眠 焦虑 健忘 反应迟钝等症状 在朋友的建议下 他决定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医生听了我的遭遇之后说 你这不是一语 你要是实在是想咨询 那么我给你推荐一个心理咨询室 这个咨询室 他是某一家公立医院 就是比较年轻的大夫 随后小李在一个居民住宅小区 找到了这家心理咨询室 固定的那么三五位咨询师吧 然后我就直接挑了 价格最便宜的一位 三百块钱 然后是五十分钟 开始了一个大概六七次的咨询吧 然而让小李没想到的是 咨询几次后 他的痛苦程度有增无减 曾经的痛苦度可能是 满分十分 然后打一个八分 但咨询了之后 会变成九分 甚至九点五分 记者了解到 目前市场上的心理咨询价格 普遍依据心理咨询师的资质 从业经验等 实行阶梯定价 每小时从八百到四千元不等 而且经常会推出 打折赠送时长等活动 在这样的模式下 出现了一些心理咨询师 恶意拖延时长 诱导过度消费的现象 许先生和王女士夫妇 就陷入了这样的泥潭 就是一个无底洞 三四年下来花了四十万元 每一次当我走到门口 打开大门的时候 他就会说你回来你回来 要接着要讲 一共走了三次 都没有走差 最后最后就拖成了五个小时 一直咨询到晚上十二点多 此外 虽然合同中明确写道 如有需要进行录音录像的话 会在争得您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但直到许先生和王女士 为剩余257分钟争取退款之时 他们才知道 心理咨询的全程都有录音 此外 在一些高端心理咨询服务过程中 心理咨询师还占用咨询时长 向来访者兜售培训课程 他们企业有声称可以考ACIA 美国认证协会的心理咨询试证 花一万块钱才他们那里学 推荐这些资格考试也是及时收费的 收费的资格考试